反正我冲了 这个时候必须冲 阿貂也冲了 阿貂也过来 那现在是一打一打一嘛 大将军被偷一个特身 本来以为是 大家军可能会拦到阿貂 那是阿貂逮到大将军 那这个时候阿貂也知道 对方导人的 全都是分阿貂 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漂亮切枪 还只有一个 619只剩一个 先补人 先把大家军分给拿到手 上一分钟还是满边 619瞬间化为乌勇 是的 鲁宣考了 涛博这个不过 你看到涛博 咱们今天说了 那状态不错 但是又一次被 ELT所进版 是难受的 鲁宝这个时候 想走吧 进圈里又要被 AG Fox 说打 哎呦 摇载 这个时候没想到吧 零性的飘移 圈还刷了 ELT一个都补不了 阿貂只能自己走掉 怎么办 但是不管他有没有人 火将这边 已经拉到了马枪的头顶 在马枪的头上 放了一阵火 火将配合着雕哥 首先带走了马枪 这三可能要悬了呀 这个位置 因为他们本来阵线 就拉得比较长 所以身后的队员 想要过来支援 有的时候支援不到呀 那山智也倒地 是的 上位啊 队员的对面沟通 我们不知道 但是站位 非常的明显 真的很散 阿博 开始往南边行进 但是没有想到 南边还有一整支 满边队 对 要打吗 这个直接传言 放倒了神C 这是JCR 那先看 摇载这个手雷 可能要出事情 不一身 LGD两人起飞 想不到这个摇载的剑锋插手雷 再来一个 桃子 目标打成 那么现在阿雕和艾少的防守很关键 对枪不能倒 对 重点是JCR现在离白线很近 有很多时间给他找机会 漂亮阿枪这个拉出来没有给马枪反应的时间 世怀世怀是被侧面的战神剑干扰了 放倒了杉志 上来放倒了杉志 先普人 但是普人的时候 哎呦 还要从同样的位置出吗 这主要是普人给对方逮到了 对 世怀也没了 场上是个一打一打一 你敢信 战神剑有很大的机会 王源不能给靠博机会 现在要打单挑了 艾少跟王源源的单挑 他顶着闪光弹上了 这个闪光弹一扔 风一响 王源源该冲了 哇 阿雕血量没打起来 滚 碰得起来啊 一个顶两个 王源源也是2014元 阿雕血量刚打起来 但是蹲起来又时间的限制 这一波 阿雕反打掉了 王源源